所以我也想今天在這裡補足勇氣 說一些太子肺腑的話 加油 加油 我是 我 雲朵 永遠是幫忙的土地 師父和師娘鼓勵我 要勇敢的自己去闖 並盡心盡力 給我一切他們能提供的幫助 此生我都會感恩 師父和師娘的恩情 我的義名 雲朵 是我的師父給我的 我也想今天 在這裡補足勇氣 說一些太子肺腑的話 我是 我雲朵 永遠是幫忙的土地 聽韓風呼嘯已久 我的義名 是我的師父 我雲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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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明白 刀狼為何要拿回四首歌的版權了 云朵这事做得太不地道 如果不是新版权法的实施 刀狼还得继续吃哑巴亏 一条视频带你看懂刀狼云朵版权纷争石墨 2005年 刀狼在老师秦旺东的推荐下 正式收云朵为图 云朵本名谢春芳 如果叫这个名肯定活不了 乍一听还以为是服务员 于是刀狼给谢春芳起了云朵的一名 因为云朵确实天赋异禀 唱歌比端盘子拿手 所以刀狼对云朵的栽培格外上心 不仅手把手地知道他演唱 还让云朵在家白痴白住六年 眼看云朵云一见风 刀狼也开始着手给徒弟筹备首张专辑 希望能助力云朵一名惊人 其中四首歌为云朵量身定作 分别是《爱是你我》 《我的楼兰》 《西海情歌》 《云朵》 2006年 云朵凭借于刀狼王汉仪一起演唱《爱是你我》 正式出道 除了《爱是你我》 刀狼为其创作的另外几首歌 也为云朵打下了知名度 让他从一个饭店服务员逆听改命 一跃成为知名歌手 并屡登春晚舞台 2010年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刀狼的艺术生涯跌落谷底 逐渐淡出江湖 云朵眼看没了发展 于2014年与刀狼公司解约 为了云朵的前途解约之际 刀狼大度地把为其量身定作的 四首歌的十年演唱权给了云朵 注意是演唱权不是版权 之后 云朵加入了某文化传媒公司 新的平台也为云朵的音乐之路 提供了新的起点 然而 也正是云朵的这个选择 为日后与师傅的版权纷争 埋下了伏笔 签约新公司后 云朵在未经刀狼的同意下 居然把四首刀狼授权及演唱的歌曲 转让给了自己的心动家 这波操作属实 暴露了云朵的人性 可谓现实版的农夫余舌 前面说了 刀狼给云朵的是演唱权 而不是版权 这个区别云朵难道不懂吗 就是因为他太懂了 懂到如何钻版权法的空子 把歌曲版权占为己有 因为原知识产权和版权法规定 歌曲作者拥有版权 首唱者拥有演唱权 于是云朵钻了空子 以首唱者的身份 把四首歌转让给了第三方公司 说是转让 事实上他是获利的 为此 刀狼对云朵提起了多次诉讼 因为云朵方面钻了空子 前面几次都以刀狼败诉告终 直至文化部新版权法的出台 才给了刀狼一丝曙光 新版权法规定 歌曲所有版权属于作者 不属于首唱者 因此刀狼才拿回了 这几首歌的版权 保护了自己的权益 如果不是新版权法的实施 刀狼还得继续吃哑巴亏 然而即便如此 云朵至今还把这几首歌 在社交账号上 标注为自己的代表作 看得无眼 死皮赖脸 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 今年的12月31日 刀狼授权云朵四首歌的演唱权 就将到期 之后云朵靠自己 究竟能走多远 能飞多高 我们拭目以待 最近关于云朵和刀狼的 谣言不少 其中最多的就是云朵的老公张军 一起和刀狼 抢夺我的楼兰等几首歌的版权 我之前就说过了 有些歌是刀狼为云朵 量身打造的 那么我想问一句 我为你量身打造的 大家觉得版权 在我还是在你 我给你写歌 你唱我写的歌 怎么还成了你的呢 如果我不写 你唱个勺子 因此说 原来的法律 它就不合理 什么首唱 拥有这权那权的 对于这种司法 我认为是错误的 我是不认同的 我们说一个人 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其实这就是 你对一些事物的理解 通常超过一般的 常规的理解 这就叫独立思考 要说这方面 歌唱界 其实就一个人敞亮 此人便是韩红 大家都知道 韩红唱的一首歌 叫天路 是吧 高亢嘹亮 一般人也唱不上去 好像是三个高八度 其实当年这首歌 是韩红花金钱买的版权 当年他花了十万 买的这首歌的版权 因此说 他唱的 不是他唱的就唱 而他买了之后才唱的 再说云朵 师父为你量身定作的歌曲 此曲都是师父的 你咋还和师父 争上版权了呢 这都他妈哪和哪啊 事情的脉络 大概是这样的 按照此前的 知识产权的法规 在版权法中规定 歌曲作者拥有版权 首唱者拥有演唱权 云朵以首唱者的身份 把刀狼的几首歌转卖 或者叫做转让 给了其他公司 说白了就是 把俩人合作 或者是合唱的歌曲 给卖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很快云朵的美梦 就破灭了 这不新的版权法 不是出台了吗 新的版权法规定 歌曲版权属于作者 也就是一首歌的版权 属于词曲作者 而不是首唱者 因此刀狼 他依法拿回了 这几首歌的版权 否则的话 云朵不是给卖了吗 即便是歌曲的原作者 刀狼本人演唱 我的楼兰 爱是你 我云朵等 都属于违法行为 你想不违法 你就得付费 获得版权 所有公司的许可 才可以 举例不当 但是意思对 你生了个儿子 你儿子认了一个干妈 结果干妈 成了儿子的监护人了 你这个亲妈 想要看儿子 你得取得干妈的许可 要不你就属于是非法看儿 因此说 这个背心弃义 万言负义的云朵 你师父尚在啊 你就和师父抢版权了 尽管他舍也不舍 但是师父和师娘 也就是刀狼和他的妻子 乃大善之人意 一般而言 书能忍 婶也不能忍呢 即便你刀狼能忍 刀嫂才是公司的法人 你忍你当好人 我也不当恶人 我实话实说总可以吧 其实刀嫂 不需要去污蔑云朵 他只需要实话实说 那么云朵的人设 就会彻底坍塌 刀狼关于这些哥的版权 进行了多次的诉讼 有的说五次 有的说六次 前几次刀狼都输了 最后一次得益于法律的修改 也就是版权法的修改 即歌曲版权归此曲作者 最终刀狼才拿回了 那几首歌的版权 那几首歌和刀狼 最不公堂的是上海的一个公司 以及某某电视台 我还是谨慎为妙啊 不直接提名了 其实提名不提名 想知道的上网一搜 就一目了然 刀狼为啥和他们对不公堂 不就是他的那个徒弟 不是把这几首歌给卖了吗 就卖给他们了 其实刀狼的妻子朱梅 真的挺善良的 我觉得 至少不是云朵这么恶毒 朱梅试图淡化这些 伤感情的东西 因此他还特意发声明说 彼此间一切都好 一切都还好 但是刀迷们 无法原谅这个背信弃义的恶徒 而且随着大众了解真相越来越多 人们对云朵的汗之入骨就越来越强烈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 昆山演唱会上云朵的 所谓的斗胆的说几句话 我永远是刀狼的徒弟 而且给观众下跪 云朵的突然180度的大转弯 所谓之河仔 无非是化被动为主动 再收割一把韭菜 收割一把刀狼的歌迷 因此说云朵的一柜 和我永远是刀狼的徒弟 他的目的很简单 他是为了更好的借助刀狼 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不是说他真的凡然醒悟了 或者说情之所至 真的感谢观众对他的厚爱 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您 绝对不可能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 出道十余年创作并演唱了 什么什么 包括爱是你我 包括我的楼兰 还等 你的等几个意思 你还有什么可等的 你把你的等亮出来 给大家看看 你不等吗 对吧 大家再看看刀狼公司 发表声明之后 云朵的演唱会宣传改成了 前面的基本上没有变化 后面的部分是这么说的 出道十余年 演唱了多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代表作 爱是你我 我的楼兰 画风万里行 等 这个等还在 就是还有很多的意思 这叫等 后面的基本都一样 一直到感受 那份来自云端的纯净和力量 这说明什么呀 他心虚了 对吧 如果他不心虚 他就不用改了 所以说 云朵在演唱会呢 气不成声 并不能获得人们的原谅 他一直说 我到底干了什么 你们这么骂我 我死毫一回 你们都不解气 其实你干了什么 你自己当真 不知道吗 既然你不知道 我就把这两份 你自己的宣传海报 给你看看 这回你知道 你干了什么了吧 因此说 这个云朵 他招人恨 不是没有道理的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其实当徒弟 厚着脸皮 蹭师父的热度和流量 我甚至觉得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 你还想抢版权 结果你把师娘给惹急了 师娘一句 不行 云朵彻底没戏了 不过改口倒是挺快 没闹到和那个无耻之徒 那江山桌马似的 对不公堂 唱人家歌唱的时间长了 自己竟然以为 这就是自己的了 你说这人得多无耻啊 说白了这个云朵啊 他的时间点啊 也不对 刀狼全国心愿 你也开演唱会 你既想蹭你师父的流量 你还想力压啊 你师父刀狼的热度 可能吗 结果 还是呢 一直声明 就彻底让云朵 包括他背后的势力 彻底的断了念想啊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真的 就是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个山村野妇 哎呀 太妄言复义了 云朵两号 一个大号 一个小号 大号粉丝一千多万 这些年互联网兴起的这几年 云朵通过直播 他的大号里蹭刀狼的流量 赚的是盆满钵满 十一年啊 云朵一直在蹭刀狼的流量 而且云朵的粉丝 也都近乎于集体感觉 他和刀狼还是一事儿 一家人一回事儿 如果不是刀狼的公司宣布 早在十年前云朵就已经和刀狼分道扬镳 分崩离析 和平 但不友好的分手了 可能这群粉云朵的粉丝们还傻傻的想当然呢 其实宣布云朵和刀狼彻底决裂的 不是刀狼本人 而且刀狼也不知情 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 等他知道了已经宣布出去了 刀狼能耐之何在 宣布云朵和刀狼彻底决裂的 是刀狼的夫人和女儿 当然是那个大女儿啊 就是刀狼前妻所生的那个女儿 说生了四十天 这女的就走了 意思是连孩子带丈夫都扔了都不要了 这个被扔的女儿叫罗天 天人进口的天 我们都知道刀狼的现任夫人叫朱梅是吧 但是通过天眼查 刀狼夫人的真名叫朱继梅 朱继梅负责刀狼公司的一切事务 他既是法人 也是股东 还是董事长 也是总经理 还是财务管理人 还是实际控制人 刀狼北京公司就俩人 除了刀狼夫人朱继梅之外 再就是刀狼的女儿罗天了 公司注册资本金一百万 其中呢 朱继梅持股百分之八十 刀狼的女儿罗天持股百分之二十 在公司的注册信息里 罗天的职位是公司的监视 我之所以详细介绍刀狼公司 是想告诉大家 实际上宣布云朵和刀狼彻底决裂的是 这俩人 刀狼可以忍 但是我估计这俩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而且据说 刀狼的女儿罗天 还想收回云朵的一名 但是遭到刀狼的严厉批评 我在这里也问一句 如果是您 您支持收回云朵的一名吗 再说云朵啊 十九号上海昆山演唱会 他的一段发言 说我永远是刀狼的徒弟 其实在演唱会的现场 此起彼伏的刀狼 刀狼刀狼 他如果不说这些话 观众们也许把演唱会给搞砸了 也未可知 真的 现场就是那么的残酷 与其说他自己说过 永远是刀狼的徒弟 倒不如说他是被迫说的 因为他说完 现场才相对的平静了一些 而且他在一跪给观众下跪 实际上是让大家不要刀狼刀狼刀狼 你再喊一会儿我也崩溃了 演唱会就彻底黄扑了 确确实实啊 云朵的昆山演唱会顺息万变 他的演唱会别人发给我的 我也断断续续的看了不少 现场确实不太太平 那是因为云朵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刀粉 甚至十之八九 如果没有刀狼单凭云朵啊 可能你花钱请人家 人家也未必去 众多的刀粉 你想想 说白了 有些人就是奔着砸场子去了 因此说 你以为云朵的那几句 所谓斗胆的话是真的 才不是呢 所以说我再强调一遍 云朵说的不是真心话 他是被迫的 而被迫不是刀狼逼他的是粉丝 今天我接到举报 当然了 我的举报是调侃啊 别人发给我 我一看好吗 你这是要抢呀 你还要和你师父干是吗 彻底干到底 这回彻底翻脸了 啥就你的代表作呀 是你做的吗 版权是你吗 你就代表作 你顶多也就是个代表唱 大家都看到了吗 这就是云朵的小号 他悄悄的 把小号的门头给换了 改成代表作 爱是你我 我的楼兰 云朵 牧羊人倔强等等 签约歌手是 北京云一朵文化传播 工作室的歌手 实际上就是他弟弟任 法人的那个公司 他是自己签的自己 云朵以前对签约哪家公司 讳莫如深 这可能是他的最高机密 绝对不提 绝对不说 绝对不能透露 现在刀狼宣布了 我们和云朵已经是一刀两断了 这不云朵的狐狸尾巴 就彻底漏出来了吗 太长了 大家看了也累 我再说几句啊 云朵说十年前 师父师娘鼓励我勇敢的出去闯 但是师父师娘鼓励你抢版权了吗 鼓励你和刀黑合作了吗 你唱刀狼的歌 却和骂刀狼的人分红 这也是你的师父师娘鼓励你的吗 而且演唱公司的宣传海报说 这四首歌是你创作并演唱的 是这样吗 你有版权吗 你演唱会不也说了吗 是你师父为你良神打造的 咋就成了你的了 你要点 肺子吗 因此我正告云朵啊 你正在突破法律的边际 真的 你正在走向违法的边缘 所以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不要再继续伤害你师父师娘 以及那个一心半点喜欢你的人 云朵为了争夺歌曲版权 都对刀狼做了什么 说起这事啊 还得从春风的老公说起 春风的老公名叫张军 那这个张军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上海灿星影视文化公司的董事长 而张军这个灿星公司 又隶属于灿星传媒 注意啊 前方高能来了 灿星传媒背后这个老板可大有来头啊 因为他有一个好妹妹 名叫纳英 现在这条线你清楚了 大家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呢 难怪春风在唱纳英末那首歌时 一个就惹夸 这个歌好 这个歌好 理完了人际关系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春风这对小夫妻 是怎么报答恩师刀狼的 为了争夺我的楼兰等歌曲的版权 他们竟先后起诉了刀狼五次 坏消息是前面四次刀狼都输了 好消息是去年新版权法出台 刀狼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后 才终于拿回了歌曲版权 不过刀狼官司虽然赢了 但是呢 春风不死心呀 还要垂死增长 他在演唱会宣传文案上 仍然写着创作并演唱 爱是你我 我的楼兰等歌曲 可以见得春风的行为呀 简直比当年跟刀狼同样争版权的 将杨佐马还要背裂 将杨佐马官司输了后 起码还跟刀狼公开道歉了 但是春风呢 不仅不思悔改 还想趁机借刀狼的影响力 再捞一笔 我猜呀 要不是春风过于厚颜无耻 刀狼也不会发版权声明 将他和春风的关系公之于众 站在刀狼的角度来看呀 自己当成青规律对待的徒弟 最后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连手树里 跟自己对簿公堂 所以啊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春风但凡收敛一点 我想宅仙人后的刀狼 都会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 毕竟啊 就连将杨佐马 这个跟他打了42场 版权纷争的人 刀狼都宽恕了 并还大度的表示 以后有机会 很乐意与其再度合作 云朵为了争夺歌曲版权 都对三尺 非一日之寒 春风但凡收敛一点 我想宅仙人后的刀狼 都会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 毕竟啊 就连将杨佐马 这个跟他打了42场 版权纷争的人 刀狼都宽恕了 并还大度的表示 以后有机会 很乐意与其再度合作